这是美剧里最自律的女主 为了维持完美主妇的形象 半夜起来化妆是她每天必修的流程 以至于结婚四年 她的丈夫应是没有见过她素颜的样子 2017年 有一部励志喜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凭借着新颖的题材和良好的口碑 一跃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美剧 在第一季获得多个影视类的奖项以后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一鼓作气 在六年时间里一共拍出了5季 高频率的播出也没有影响其制作水平 她每一季的评分都没有低于8.7分 刚刚提到的《自律女主》 是这部高分剧集里的米奇·麦瑟尔 她像很多50年代的优雅贵妇一样 完美地挑不出一丝毛病 容貌出挑 才华出众 上得了厅堂 也下得了厨房 对待生活 永远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但即便如此优秀 还是逃不脱被丈夫出轨的命运 于是一向自律自强的她 开启了白天打工 晚上当脱口秀演员的社畜生活 但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显然不想讲一个俗套的励志故事 离婚后的米奇·麦瑟尔 并没有成为人生开挂的大女主 而是像普通人一样 经历了所有追梦人 要经历的一切跌宕起伏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除了故事讲得不错 演员们的浮化更是一绝 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50年代女性的着装风貌 设计师唐纳莎库卡 翻阅了很多年代久远的时尚杂志 并从50年代的影视作品里 汲取了一些设计灵感 在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第一季里 米奇亮相的多套服装 既有50年代封面女郎的摩登感 着装风格还能隐约窥见奥黛利·赫本的影子 就比如她结婚穿着的白色婚纱 从蝴蝶结的头纱 到芭蕾舞群样式的婚裙 与奥黛利·赫本 在田姐儿里的造型极其的相似 除了领口的装饰有稍许的差异外 其他细节的设计 几乎复刻了赫本的走秀婚裙 虽然着装效果远不如赫本那般惊艳 但呈现出来的视觉还是非常悦目的 演员小巧的身材 很适合这样长度刚刚即怀的婚裙 而这条大红色的裙子 跟迪奥在1947年发布的新风帽系列 非常的相似 只不过这种散裙样式的连衣裙 在50年代的时候 会把蓬松的裙摆做得更饱满一些 使得整体的外在轮廓 更有曲线的美感 米奇的这条红裙 则简化了裙摆的设计 面料的堆叠 也没有那么的厚重 配合上半身漏肤的大方理 整条裙子 即使采用了大红的配色 也不会给人很强烈的视觉冲击 展现出来的艺术美感 是稍显柔和的 米奇在第一季里亮相的裙子 大多都会与长款的外套组合出镜 比如这条绿色印花的散裙 外搭的眉红色外套就是长款的设计 并且这件泡泡袖的长款外套 内衬使用到的布料 与连衣裙的面料一模一样 而头上佩戴的小礼帽 又与外套的配色相同 着装做到了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颜色都相互呼应 为了增加着装的精致感 米奇还叠戴了一条 闪闪发光的水晶项链 配戴了一双过腕的水粉手套 另外眉红色 也是米奇衣处里最常见的颜色 她的很多服装 都使用了这种视觉 非常富有张力的配色 在第一季的第一集 米奇首次亮相 就穿了一套连衣裙 搭配毛泥外套的着装 其中内搭的裙子 就采用了眉红的颜色 她不但配色很出挑 衣领的设计也非常别致 单穿时配合那顶小巧的礼帽 让米奇的荧幕形象 更接近一位摩登的主妇 套在裙子外面的毛泥外套 则尽量使用了非常简洁的线条 而这件外套还在另一场戏份里 与一件吊带睡裙组合出镜过 因为配色都很轻透 即使米奇表现出来的状态 非常的颓废 但展现出来的视觉效果 却是无比悦目的 绿色也是米奇衣橱里 最常使用到的颜色 在男女主吵架的戏份里 米奇亮相了一条绿色的连衣裙 这条大卫领设计的裙子 裙摆的设计 更接近50年代的散裙 包括手提的方形拎包 都是50年代 非常流行的时尚单体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 披在连衣裙外面的黄色风衣 原本扩形无比简约的长款外套 再加了一个大翻领的设计以后 瞬间变成了一件 非常富有设计感的单体 让穿着这条外套的米奇 都变得与众不同了 使用到绿色的 还包括米奇的毛泥外套 它这条蓝色的连衣裙 外搭的长款外套 以及头上的小礼帽 都是草绿的配色 但相比起视觉 非常小清新的外套 内搭的蓝色裙子 更有视觉的亮点 五分袖的连衣裙 除了衣领的设计 很有复古的风情 腰间还增加了两个 扩形形似蝴蝶结的装饰 让线条俐落的裙子 更有设计的亮点 而同一件草绿色的毛泥外套 还与一条印花散裙 一同出镜过 如果不仔细看 会觉得这条裙子 是由一件短上衣 和一条印花连衣裙组合而成 因为面料和配色 都很有视觉的分界线 所以上下半身的轮廓 非常的分明 单穿时 很能拉长下半身的比例 当然米奇的衣服 也不都是裙装 它还亮相了几套 剪裁线条非常利落的裤装 其中这件彩虹衬衣 搭配粉色铅笔裤的着装 是第一季里 视觉最养眼的一套裤装 为了降低条纹衬衣的 视觉繁杂感 下半身裤子的粉红 就截取了衬衣的配色 并且无论是五分袖的衬衣 还是八分长度的铅笔裤 它们都采用了非常利落的剪裁 以上提到的这些服装 均出自了不起的 麦瑟尔夫人第一季的前四季 下期我将继续讲解后四季里 米奇其他的漂亮戏服 如果你也喜欢 五十年代的复古服装 想深入了解一下 那个年代女性的着装风貌 那一定不要错过我下期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